出问题了 您看这球是力度大了呢 还是没有打准 打得太薄了 他其实是想打叫这一颗红球 他想把红球打到球台的右侧来 只不过打薄了力量一大 打薄了以后 他只是想打厚一点 正好能撞中间这两颗红球 那么主球再回到第二局 这个算是送大礼了 这天空飞好像没有数理的意思 也可以 我们所说的 先抢先做一杆 这个球其实是可以继续进攻的 但这进攻难度很大 就是我的意思是 你打这个右侧底带的红球的时候 他把这个主球力量这么大 回到这个球台的上方 其实他 天空飞这个球还是 我们所说的 要么再轻一点 要么再重一点 都可以走 但天空飞 刚才那根斯诺克有点 其实你 重他 做正的话 能够做死他 现在 你这个斯诺克做的不干不干 其实刚才天空飞想的是 他不想把左边这条通道 留给对对手 他因为红球队 他贴上去以后 天空飞也没有进攻 他其实想 将对手朝 从中 中路或者是右边的那个 这个方向回球 有机会还可以 有进攻的机会 那你的意思是 如果他 就轻轻的贴上 黄球的话 对手还是可以 一颗星来找这个球队 轻贴球队之后 他也没办法 也没办法 天空飞好像 上手的感觉 有点热的有点慢 慢慢 几根防守 几根那个进攻 这是个机会 机会来了 今年的上海大师赛 塔布是没来上海 但中国公开赛来了 不知道 9月份的时候 塔布是在提醒观众 这个照相机 好球 其实他们英国这次判来 只有三位 三位裁判 都是自身的 做决战 这次的中国的裁判 机会会很多很多 好的 中国裁判的 当然熟悉的 楚英 石明 李康明 这些都是国际裁判 好球 从这个角度 视频来看 好像有点危险 不错 球的位置也留得不错 对 不要太低 轻轻的顶 最右边的两颗红球 还是薄了 球形是出来的 球形是太长 但是主球的控制 差了 因为你打到了右侧的 最后一 最右边这个球的薄边 你就下去了 打右边两颗的话 炸开之后 还可以继续进攻 主球的停留位置 是很重要 还是太低 这个球 你看 差很多 哇 这个远台的进攻 运气不错 看看 看看 最右侧这一颗应该是有下 但这要看运动员的一个 我们所说的临场经验 分析判断一下 这个红球到底有没有 因为粉球的位置 从这个角度看 应该是 他只有这颗 这颗最左边的有进球 连攻带手一干 漂亮 好球 好球哦 这是漂亮 有时候我们也找中国选手和国外的顶尖选手到底差距 还有什么呢 太明显的差距 或者我们所说的就无法达到的这种这种差距 确实就是一些简单的球的处理上面 我们还是有点问题 因为看似很简单 觉得平时练球是多有把握 但是关键的时候 给你干的时候 你要不光是打进 还要走位走道 这个就要求 要求很高很高 田鹏飞就算今天赢了 进入到这个正赛 碰到的对手 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碰到的人 打好沙利文 因为 所以说我想这个赛制改革也应该要改革一下 我觉得他们排名呢 有一点问题 如果上 上一届冠军是皮太不得 所以说他定在一号位 而沙利文只能是到 下半区 对 那么下半区 西金斯跟他正好是 一个是 二号位 一个三号位 在一起 所以说每次半决赛 我们现在看到 沙利文跟西金斯 先让农服斗一下 这他俩打半决赛 就感觉什么呢 这大戏啊 提前演 提前演 好了 田鹏飞 你看给他 很好的一次机会 22 九局五胜啊 这样的赛制 不允许你 慢热 像马克戴维斯 刚刚拿了 六领 我们所说六颗 六颗红球的比赛的 世界世界冠军 你看 现在的球形 就像打残局 我们所说的 进入最后的 残局的时候呢 你看 马克戴维斯 处理得 得心应手 就是这样的选手啊 你七八年的 在职业球台 引进二十多年了 只要打起来 比如你也打疯了 他也打疯了 他未必打得过你 你田鹏飞